他们是臭名昭著的入侵者 以极其强悍的方式不断扩张新的领地 他们疯狂攻击其他生物还对人类造成伤害 他们到底从哪里来 如何才能阻止他们猖獗危害 科技院马上为您揭秘 各位好 欢迎来到科技院 让我们共同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 说起蚂蚁 相信大家肯定不陌生 咱到户外玩的时候 有时候这小蚂蚁会爬到身上 咱们挡一挡 它就下去了 好像感觉对我们不会有什么伤害的 可是今天我要跟您说的这种蚂蚁 不但会攻击比它体型大很多的动物 甚至还会对我们人造成伤害 这就是红火蚁 在自然界中 蚂蚁是一类杂实性昆虫 在农田 果园和林地里 许多蚂蚁常捕食各种农民害虫 在农民心目中是防治害虫的好帮手 被加以保护和利用 但并不是所有的蚂蚁都那么友好 2004年 在广东省吴川市有个村子里 已害成灾 田里 路旁已朝遍布 许多村民都遭到蚂蚁的凶猛攻击 手脚被遮咬后 火辣辣的又疼又痒 很快就起泡化农 伤痕累累 甚至有人被遮吼 出现过敏休克 需急救 村民为消灭蚂蚁 想了很多土办法 放火烧 开水烫 在屋子里用神奇笔画圈阻拦 但都不见成效 蚂蚁还是入侵民居危害 弄得人心惶惶 严重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活和耕作 究竟是什么蚂蚁如此凶猛 一份蚂蚁标本 被送到华南农业大学专家的手上 这两个尺呢 看起来那个比较大 比较容易看 中间这个确实是不容易看 这个中尺 看不到这个关键的特征 我们就不能下结论 比如说 比如这个最关键的特征 我们对这个 无传送来的蚂蚁标本 进行了鉴定 通过这个形态鉴定 还有这个分子鉴定 发现它就是国际上 臭民昭著的 危险性有情害虫 红火蚁 在这之前 红火蚁已经入侵了台湾 我们这个鉴定 就表明 红火蚁已经入侵了中国大陆 红火蚁延产于南美洲 它生性生物 攻击力前 已经入侵了 许多国家和地区 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危害 因此 世界上很多国家 都将它列为 危险性的重大入侵生物 严加防范 疫情调查发现 红火蚁已入侵广东 广西 福建 湖南 香港等地 2005年1月17日 农业部发布第453号公告 将红火蚁定为我国 简易性 有害生物 蚂蚁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物种之一 千百万年来 烟化形成了庞大的类群 蚂蚁种类繁多 分布广泛 但在自然界 大部分蚂蚁 只分布在局部地区 高山 大海 会限制它们的迁移扩散 只有借助于人类的活动 它们才有可能逾越这些地理障碍 而原产于南美洲的巴西 阿根廷等地的红火蚁 几十年来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 在世界上不断扩张着自己的领地 目前已经入侵到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入侵面积超过2300万公顷 那么 远在大洋彼岸的红火蚁 是如何入侵中国大陆的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红火蚁可能是多点 多次多途径传入到中国大陆 可能直接从美国或者南美 或者途经台湾 香港等传入的 其主要证据有两个 一个是 近十年 口岸检疫累计 从这些地方 截获了近300批次 第二个证据是 我们应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 研究揭示了我们国家主要地区的红火蚁 与国外这些国家红火蚁之间的亲缘关系 从而证实它的来源 以及在中国的可能扩散的途径 扩散的过程 为什么说红火蚁是一种危险性的入侵害虫 这是由它的特性所决定的 这是红火蚁的蚁巢 它成熟时 一般在地面上形成高10到30厘米 直径30到50厘米的蚁丘 内部结构呈蜂窝状 红火蚁是社会性昆虫 一个蚁巢有一头或多头蚁后 和大量的公蚁右蚁 这些公蚁无生殖能力 负责照看后代 修建和清理巢穴 外出觅食 其中的大型公蚁 负责保卫和攻击工作 一般蚁巢里还有数量不等的 有翅雌生殖蚁 是其种群扩张的后备菌 一头蚁后 每天能产出成百上千的卵 一个成熟的红火蚁种群 由20到50万头多形态的蚁组成 一年能产生4000到6000头 有翅生殖蚁 繁殖力非常惊人 有翅的红火蚁慈蚁 是未来的新蚁后 一般在每年的春末夏初 只深秋时节 只要温度在21到32摄氏度 土壤较湿润 天气晴朗而有微风 通常前一天下过雨 它们就有可能发生昏飞 观察表明 昏飞交配后 绝大部分红火蚁在500米范围内落地 建立新的蚁巢 最远可达5公里以上 红火蚁还可以借助水流 抱团形成漂伐 顺流而下 遇到障碍 登陆 再建新潮 在自然条件下 红火蚁就是通过这些方式 扩张其新的领域 与所有的入侵生物一样 红火蚁入侵到新的地方后 有一个适应环境和种群数量发展的过程 在这段时期 人们往往难以察觉它的存在 而当发现红火蚁爆发成灾时 它可能已经入侵好几年了 像现在这些汉地的话 随时都可以踩到那个蚂蚁 一不小心它就会跟着人爬上来 咬到它就会化龙发烧 其他之类的哪一个不怕 红火蚁这种生物 它的生性凶猛 它会主动攻击人和动物 所以在很多公共场所 它对人类造成危害 它最严重的可以造成人休克 甚至死亡 这个在国内国外都有案例 它对农业生产林业生产 也是危害的比较严重 有些地方我们的农民都不敢下田了 红火蚁的工蚁上额发达 腹部末端有一根非常发达的熬刺 这两个器官是红火蚁制胜的法宝 红火蚁在攻击人或动物时 先以上额叮咬固定 再用熬刺连续遮刺 注入含有毒蛋白生物碱的毒液 有毒液的迹俩 这个蚁的蚁蚁的蚁蚁 可以做很多货 例如,其他蚁蚁蚁是製造成的 油脂肪 叫人类的蚁蚁蚁 但这些鹿的罐子是图成为罐子的独自质 非常质疗 所以罐子的独自质可以寄出吸引人员 人员是吸引人员的独自质 罐子的独自质可以寄出这些人到医院 他们会得到特别裁治疗 以至他们有重症状态的反应 若不慎被红火以盯遮 要尽快用清水或肥皂水冲洗伤口 抹上皮糠霜或清凉油可缓解痛痒 还要避免伤口二次感染 但有过敏病史的人 可能反应剧烈出现休克现象 要及时送医院救治 红火已入侵造成多方面的危害 它取食作物的种子、果实、幼芽、嫩精与根系 影响庄稼生长 它叮咬禽畜造成伤害 它常把乙巢住在电器通讯设施中 引发断路事故 红火以种群生存发展 需要大量的糖分和营养 工蚁常取食植物的枝叶、花蜜 和含糖量丰富的水果 它们还在作物上放木牙虫、粉戒等 可排泄密露的害虫 同时还去驱赶牙虫、粉戒的天敌 充当这些害虫的保护神 以取得更多的密露 这样更有助于这些害虫的爆发成灾 影响了农作物的生长 红火已入侵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尤其严重 它竞争力强 大量捕食入侵地的无脊椎动物 明显降低了其他生物的种类和数量 而对本地蚂蚁 像弓背蚁、举腹蚁、大头蚁等 红火已采取了驱赶和杀戮行动 它们利用善恶和熬刺等武器消灭对手 从而迅速成为入侵地主要或单一优势种 在这个红火已入侵的地方 我们原来本地的蚂蚁种类很快就被替代 而且这个种类越来越少 从而影响到整个生态系统的生物动作性 红火已的危害如此猖獗 我们要怎样应对它的入侵 首先我们要了解红火已的发生情况 它的潮在哪里 数量有多少 发生范围有多大 农田、绿化带、苗圃、荒地、垃圾厂 废品回收场所和港口码头等 都是红火已发生的高风险区 调查人员在以秋较明显的区域 可以采用目测法监测 观察记录一定区域内红火已的以秋数量 在以秋不明显的区域 可以使用诱饵诱击法 采用红火已最喜欢吃的火腿肠 作为诱饵装在小瓶子里 紧贴地面放置30分钟 即可检查有没有红火已 通常我们以以朝的数量统计 公乙数量的诱集 去了解我们这个田江 红火已发生的情况 这样对反恐具有针对性的 这样的一个指导意义 专家们经过深入研究 根据红火已发生危害的特点 已制定了红火已 疫情监测规程国家标准 在全国发生区推广应用 有关管理部门 对辖区要经常性地 开展全面调查 和有针对性的重点调查 才能在红火已还未爆发 承灾前发现它入侵 要阻结红火已的入侵 控制其扩张危害 必须有科学的策略与技术 首先在出入境口岸 对入境的货物严格执行 红火已的检疫 是拔好国门的第一道观 我们从静静地后悟 比如废纸 粮食 还有盐木进行检验检疫过程 发现很多检疫性害虫 这些检疫对应害虫 对我们的农林 木生产 高层严重的危险 比如红火已 我们就经常在 有关于废纸 盐木里面发现 所以我们都对这些检疫性害虫 进行严格的检疫除外处理 保护国家的农林 木生产安全 在国内绿化植物的种植和钓运过程中 针对红火已的检疫与处理 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许多地方发生疫情后 对虫源的追溯 都指向了带土绿化植物的调运 要阻结红火已的传播扩散 必须从源头上控制 我们经过调查 发现花卉苗木场 草皮种植基地 是红火已最喜欢筑巢的地方 这些带土的立化植物 携带红火已的风险极高 是目前国内红火已 快速传播的最主要的途径 因此抓好这些立化植物 苗木基地的红火已的检疫与防控 就是最好的从源头上进行控制 在绿化苗木草皮培育过程中 种植户应对生产基地 进行红火已疫情监测 一旦发现就要施药灭除 在苗木草皮出售调运前 要到有关部门申请植物检疫证书 购买这些绿化植物的单位或个人 应向供货者索取植物检疫证书 并检查这些带土植物 是否携带红火已 如果发现 必须进行灭害处理 防止其传播扩散 红火已的科学防控 强调在全面监测的基础上 抓住重点区域 重点时期进行药剂防止 春末夏初 红火已开始大量繁殖前 是防止的最好时机 对于高风险 容易发生伤人的区域 要尽快处理 农业部在2013年 发布了红火已化学防控技术规程 使各地的防控工作更加规范 其中药液灌潮 是降低红火已数量 最快的一种方法 可采用高效滤青举止等来处理 先在以丘外围 是约30厘米的药液袋 防止红火已外逃 然后把药液直接浇在以丘上 药液一定要湿透整个蚁巢 这是防止成败的关键 这种方式需要大量的水 还较费力 当发生区的蚁巢密度较高时 使用粉济法处理更方便 在使用时 先在蚁巢周围撒上一圈粉济 封堵住蚁巢周边的蚁道 防止红火已外逃 挖开地面上的蚁丘 当红火已蜂涌而出时 迅速撒上粉济 沾满粉济的红火已钻回巢穴后 与其他红火已通过身体接触 不断地将粉济传递给另外的个体 这样经过五到十天 可杀灭85%到90%的红火已蚁 俗话说 秦贼先秦王 防止红火已的首要目标是杀灭蚁后 才能抑制蚁群继续繁殖扩张 采用毒耳法灭除蚁后就更具优势了 红火已成蚁虽然有锋利的上额 可以咬碎各种坚硬的固体食物 但在它的烟部有个筛状的结构 不能通过固体食物 所以公蚁要先把固体食物喂给幼虫来消化 幼虫把食物从固体消化成液体后 再由公蚁喂给蚁后 并与其他公蚁分享 这种行为方式叫胶补 研究人员选择红火已喜欢的食物 然后配上微量的药剂制成毒耳 让红火已不断地搬回巢里享用 公蚁外出捕食 搬回毒耳以后 把毒耳送给幼蚁来吃 幼蚁经过消化以后 那么公蚁再帮这个消化液 用送到这个蚁后那里去 由此呢 从毒性从这个公蚁传递到幼蚁 然后传递到蚁后那里 从而杀死整个蚁巢 主要是利用它的交辅特性 来达到传毒的目的 当发生区的蚁巢明显 力度较低时 可采用毒耳对蚁巢进行单个处理 方法是在距蚁巢约五十厘米半径处 撒上一圈毒耳 或环绕蚁巢点撞适用 要注意的是 施药过程中不要触动干扰蚁巢 否则影响防效 当发生区的蚁巢不明显 但发生面积较大时 可用手或撒波器 将毒耳均匀地撒在地面上 毒耳应在地面单造式使用 下雨和低温会影响防效 毒耳诱沙是一个作用较缓慢的过程 因为毒耳的活性成分是慢性未毒作用物质 工艺需要一定时间 才能将足够的毒沙活性成分传递到以后 专家们指出 对于红火蚁疫情严重的区域 还可以采用毒耳和粉剂结合使用的 两步防治法 效果更好 第一步是根据疫情监测结果 进行全面防治 在乙巢高密度区域 全面洒湿毒耳 对低密度区域 进行局部点湿毒耳 施药后的两到三周 采用诱耳诱疾法监测红火蚁的 种群数量变化 同时抽样挖潮 观察以后是否存活 来评估防治效果 第二步是根据防效评估结果 对仍发现红火蚁的局部区域 进行重点防治 指诱到工蚁的区域 施补毒耳 有明显蚁巢的区域 不施粉济 在第二步处理后的三到四周 再进行防效的调查评估 实践证明 采用两步防治法 可有效地控制红火蚁疫情 目前在国内的高风险发生区 红火蚁已得到有效控制 大部分发生区的红火蚁种群数量 大幅下降 危害疼土不断减轻 也有一批异点已陆续被跟除 红火蚁的防控工作 是全民参与的事情 需要民众和政府共同努力 因此我们要大范围努力开展 红火蚁的技术传播和培训工作 提升民众的防控能力和知识 这样才能搞好我国的红火蚁防控工作 对于红火蚁的防控 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入侵生物一旦在入侵地定居繁殖 要想彻底的消灭它们是非常困难的事 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它的疫情和危害 只要我们掌握了科学技术 这红火蚁哪怕是再凶猛 也是可防可控可治的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查询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本来种的是茶叶 可它却偏偏还要养鸡 茶园养鸡也就罢了 可它又引来了马蜂 母鸡马蜂还不够 它还有一件秘密武器 科技院下期讲述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